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哲學教練 最近萬金石麻松比賽就快到了 也越來越多人在詢問我說 有沒有推薦什麼隨手可得的好工具可以拿來放鬆呢 那我相信大家在家裡附近最多的一定就是便利商店 沒想到竟然這種放鬆工具現在也在便利商店開賣了 我就帶大家來看一下這種放鬆工具可以怎麼樣放鬆吧 我剛剛特別在裡面挑選了兩顆按摩球 那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都有兩顆按摩球還可以做出什麼樣的放鬆工具的變化呢 跟我走 那今天我要來教大家的呢 是要放鬆一下有些人上班族久坐可能會有下背肌群酸痛的問題 然後我還要教大家一個小撇步 就是如何把兩顆球變成更好用的放鬆器具 那首先呢兩顆球在放鬆下背肌群的時候 你這樣把它壓在背後 有時候你兩顆球的高度會不一樣高 甚至會按壓... 按...按按然後... 然後球會掉滿地 所以今天我要教大家呢是怎麼樣把兩顆球 然後可以把它組合起來 變成我們在外面很常見的花生按摩球的放鬆方式 首先你需要有一個襪子 這樣襪子就出現了 然後把你的球都塞到襪子裡 所以我們就先把球塞進去 把這個結打好之後呢 這樣就可以避免你的球在裡面 因為你按摩的過程 它可能會上下跑動 但它的位置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時候你的這個兩顆按摩球 就可以變成一個非常好用的花生球 你在放鬆腰部的時候 你這個身體上下的感覺 兩邊的下背肌群 會同時在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高度來做放鬆 那這樣的效果就會放鬆得比較妥善 你也可以把你的球變成花生球 這個時候你的部位 連小腿都可以很好的放鬆喔 因為如果你只有把球 單一顆放在你的小腿下 這個時候球很容易就會跑走的 那你把按摩球的這個放鬆部位 就可以增加更多喔 甚至你今天如果真的覺得 你花生球用了一陣子 覺得這樣位置不太好放鬆 你把它拆開來 變回成一顆單獨的球 這個時候你又可以恢復它原本 該有的放鬆方式 你可以把球拿來針對一些比較 酸痛的部位 像是你的腳底 或者是手臂肌群 你也可以把它壓在牆壁 這個時候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妥善放鬆方法 那這個時候你的一顆球 兩個顆球組合起來 拆開來都是一個很好的放鬆工具喔 從現在開始到3月10號以前 你們在全台灣的1300架Live Fools門市 都購買得到像這樣的Black Road按摩球喔 那如果你們購買了這個按摩球呢 記得到Shopper面的臉書官網去登錄 你就可以獲得這樣的跑者胸貼喔 那如果跟我一樣 購買兩顆球的跑者 記得要去登錄你的兩顆球 購買證明 你就可以獲得像這樣的KT Tab 運動積貼 還有後面的1000折百的一個折價券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隨手可得的放鬆好工具啦 我是你的教練梁德瑞 祝大家萬金石麻松都跑得很好喔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 那剛剛影片中出現的這些按摩畫面呢 你也可以參考Black Road的官方APP 它裡面有更多的免費教學喔 謝謝大家 5分鐘 發訊物 我們下集了 發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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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